昨天下午,何杰和彪磊先后在微博公布了两人生孩子的喜讯 彪磊在微博上透出九宫格,并发文,本来就没想隐藏什么 只是我们选择低调生活,被迫公布于众就索性大方承认 是的,我很爱何杰,有宝贝我们也很珍惜 娱乐圈的那一套我不会,也不打算学 但做个好父亲这件事我会一直学习,进步 很快,何杰也转发了这条微博表示 以众田来我支部,以把鼓来我唱歌 如此正面公开,简直让人惊掉下巴 网友们纷纷表示这啥事后的事 记得她一年前上综艺刚说自己不相信婚姻了 怎么这么快就又生了个娃 姐姐想说的是,一,感情这件事究竟谁推荐了谁 真正能下定论的只有当事人,在还没有任何实质的情况下 就说她婚内出轨非常健康 二,关于打脸这件事,其实是个人都有真相识客 但如果说何杰有什么做得不妥的地方 那就是每一次都把所有私人话题放到台面上说 并且把话说得太过绝对了 因为到头来你会发现,面对生活用力过猛 最终伤到的只会是自己 在没和前夫赫子明撕破脸时 这对夫妻还是有一段非常幸福的甜蜜时光的 2015年,两人在综艺路上也有中共同现身 各自明对何杰的好权,被导演组记录下来 比如,最常挂在嘴边的就是你饿不饿 吃饭了没,何杰也是很吃她这一套 经常满脸笑意地看着老公 谁知道,节目播出没过一年两人就撕破脸 而且说实话,不论究竟是是非 两个人当着媒体撕起来的姿态都不太好看 男方打电话去情感电台咨询 不仅曝光了两人众多的生活细节 比如,他一心老婆出轨去酒店冰烧 抱怨老婆太过强势 却不提自己基本不做家务和经济分担 更夸张的,还有公开说 他抱怨咱俩姓中国不和谐 我说,啊,我觉得挺和谐啊 而女方确实觉得,受到了委屈的攻击 于是迅速反弹 紧接着,就在全国网友眼前上演了各种和风的故事 或是您说和杰一位人大着孩子不让他见 还让他近身出户太哲情 而后还曝光了和杰家报他的照片 结果被网友库桥身上只是多了几条抓痕 和杰否认没多久 特指名又蹦出来 说是和刁伪老婆有语音对话 其妻子承认和杰和自己的丈夫有婚内出轨行为 面对这么敏感的话题 和杰梅的选择依旧是正面刚 她凌晨发送常微博 文字隐含的信息量极大 包括性生活不和谐和婚内出轨的各种话题 写得十分细节 看价是要和前夫刚到底 同时 那段时间她还评题上节目 在公开场合谈论自己的私生活 还当众落泪表示 我不会再结婚了 冬日说前段时间 还因为苏醒一不小心泄露了她生子的消息 在微博上侧面否认 还是那副曹好友的举动了 说实话 一个女人 尤其是一个公众人物 选择把自己完全抛到人前 把私生活全部摊开来 拉着所有吃瓜群众参与 评理和互动 这样的举动真的太不理性了 无论是自己错还是对方错在先 一个聪明的女人 都知道不说 就是最好的自我保护 因为多说就是多错 但和解显然不是这样的女人 她刚恋 自我 活得黑白分明 甚至有时候有些用力过猛 过关的说 正因为她曾经把自己所有的给开 私生活细节全部摊开来给大众 才会面临到今天网友说的打脸 因为从一开始 你就让一大波不相干的人 参与到你的生活中来 从而给大众留下了太多的画饼 这就直接导致了大众如今 游路转配的心态扭转 你赚了波单亲妈妈的同行票 本以为大家都是被爱情所伤 不在性爱的同仁 结果转身又选择结婚生子 你说谁还真正关心 你们之间究竟可没有出回一说 其实像和杰这样的姑娘 生活中还有很多 曾经五姑娘跟我抱怨 发现老公和其他异性的 暧昧聊天记录 她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面对 可更巧妙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是第一时间泄愤 她打电话叫来了自己 和南方的鸡大姑八大姨 然后把两人的所有生活细节 全部端定加人数了一遍 女方家说 这还能忍 你们这不是欺负人吗 男方家说 那这是不能听信一家之言 而且女人不能太强势 她也有苦衷的 女人还是要温柔一点的 最后 那个姑娘找到我 表示她后来发现 那个聊天记录是个小问费 她还是想回老公和好 但是问题是 如何先说服周围家人的想法 这就是私人感情里 带入太多观众的后果 你想要从更多的人身上找到肯定 最终只会发现 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让自己陷入非常被动的禁闭 感情的事是非常私人的 各种滋味只能自知体会 尤其是夫妻之前的感情 想要往好的方向发展 只能两个人解决 一旦扯上家人和路人 那就是悲剧的开始 没事也会平天是非 并且 反走过必留痕迹 这些网友翻就账的能力 可比七大姑八大一强多了 像和杰这样 选择在感情是非面前 把自己摊开了 斩平了 一点点都爬拉给大家看的女人 真的是非常不明智的 贺子明的澄清微博在这个时候 也被网友爬拉出来 贴在了和杰微博下面 也许你本命是想要活得更多人的认可 可你越是这样 就越容易越过猛 越会造成反效果 就像有网友酷槽凋雷 嘴上说是想低调 那你发张小脚丫照片不就行了 干嘛还发个九宫格 还亲来亲戚的 你看别人究竟不是你 他们还是会用各自的眼光去揣色他人 谁都会这样 这没什么好抱怨的 面对纷扰最好的选择就是 闭嘴家用事实说话 要我说 这一次和杰如果想要真正证明自己 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别再浪费口舌 争变那些琐碎的情感问题 把答案留给时间 认真唱歌 找到当年在音乐中闪闪发光的自己 然后用好的作品 再次证明职业妈妈的优秀 最后还是祝福他吧 我年生三胎 对女艺人来说这个选择不容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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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